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9月14号 两次没什么变化 上次就涨了三个点 才最后涨上去的 所以跟昨天的策略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回大家可以踏踏实实的了 因为就算明天过趋势 以下周再操作也来得及 就算明天收款过趋势 我们下周 交易也来得及 所以基本上就 就下周再降 明天就打加油了一天 正常来讲我们也说是下周 本来是本土挺重要的 但是本土的走势实在是不给力 下周我预计没有大级别的跌 下周 但是由于时间周期到了最新性 到了最新性 真正的最新性应该是周四 但是周二也要注意 周二会有几个指数 可能会出现序列的低级 如果在相加运行的话 相加运行就不用说了 相加运行的趋势 它就向下了 所以就是说每晚突破趋势一天 那么趋势它的量化标准就降低一点 所以当趋势的量化标准降低 基本上我们差不多有四周的时间 多的时间是吧 就一直在等待 由于趋势不断的下移 那么这个中间的损耗会变得越来越小 就算趋势突破 中间的损耗也会越来越小 下周买进去的概率很大了 下周买进去的概率很大了 本来本周又很大 但是本周走完之后不再给力 所以基本上就等下周了 下面的时间请看文章的一张图 上日数跟昨天的变化不大 序列是高2 昨天序列重排了 序列重排 所以策略变化也不大 下面这数 深层值 深层值呢 序列出现了第6 这个要注意一点 第6 789明天周五 预计是下周二 刚才我们说的下周二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6是容易重排的 今天如果不收音线收阳线的话 就这么点小两线 序列可能就重排了 但是6以待没重排 7 8 所以下周一下午收盘 就是8 假如说弱势的话 那往下走一点点 就会出现动化加旧 但是呢 MCD值还是正值 还是正的 就代表它没有出现绿角线 所以最快错动化也是下周一 下午收盘 下周一的下午收盘 那么周二如果出去了的话 那刚好就是动化加旧 对吧 所以从伸长值的角度来讲呢 注意一下下周一的下午收盘 伸长值的角度来讲 看完满指数 看完满指数就不说了 是吧 这波也落得很大 这个动化呢 我说差不多4天 目前来看呢 也变化不大 也不大 虽然说今天出现动化加旧 但是这个动化的级别比较小 动化加旧容易出现动化消失 动化如果消失 那么旧没有意义 所以大级别的或者是缓速的才会注重动化加旧 当然这个速度呢也有明显的下降 也有明显的下降 只不过呢 这个动化的级别比较小 相对比较小 你如果上市指数现场的话 级别是要别 翻满指数要大的 翻满指数呢 这一波靠心底也代表了很多贵物也靠心底了 你指数靠心底 生成指呢 接近创新底 看一张图 护生300也接近创新底 对吧 护生300它这个跟生成指一样 但是呢 就这几天的这个低伏小 所以它虽然说出8的概率是大概率 但是呢 极变小啊 极变小 但是护生300也接近于创新底了 也接近于创新底了 那么这个四处啊 四个指数 今天我们给大家画图的这四个指数 有一个是创新底的 两个接近创新底的 上证指数上证50和中证500也接近创新底 上证50和上证指数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 短期创新底的概率不大 那么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指数之间的协调性不好 上证指数和中证500指数 昨天序列重牌日线出现了高1 对吧 今天中证500指数又出现了低1 代表什么也是重牌 再次重牌 上证指数是高2 那么这两个指数是昨天重牌的 上证50指数是今天重牌的 那一旦重牌短期之内就不会有序列了 那你刚才我们讲这个深层指和互生300 下周一有可能出现日线的动画第8 但是第9的概率还不大 所以即便形成日线级别的序列 那么指数之间的协调性也不会好 这两个已经重牌了 指数之间的协调性也不会好 第二个从结构的角度来讲 如果单纯从下周的角度来讲 上证指数和上证50指数是很难形成动画的 互生300 深层指容易形成动画 但是如果互生300和深层指形成底部动画的时候 创业板指数就动画消失了 就它如果往下再跌的话 创业板指数就得消失 你们能理解吗 所以我们刚才说 虚列的指数之间的协调性不好 目前来看 结构的指数之间的协调性也不好 所以下周不会有确定性特别好的地点 结论 下周不会有确定性特别好的地点 但是下周我们还是会买 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去找 这个确定性特别好的地点 没打算找 差不多就行 好吧 能理解的大意 所以做好买入准确 重点是周一下午收盘 明天大概就没超速 好吧 分期四买入不会一下买到太多 但是 我认为下周买入的 概率超过90% 就是 十那就稳了就回去买 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不能老打不当 这没有意义的 对不对 另外的市场的走势 跟我们之前画的走势差不太多 大家记得吧 趋势科威的时候我们画 我说这个开始走五了 然后五浪下跌速度比较快 对吧 我们说不超低 然后可能会经过一个五天左右的反弹 空间差不多开心线的一半 然后会市场在下 变成缓速下跌 所以现在目前看 这个创业板指数 生存值 互创业板指数 基本上都是这么走的 创业指数也是这么走的 但是它的后一波的缓跌 相对那样强一点 是吧 那么其实这样的走势 我们不是不得难接受 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画过这种走势 画过这种走势 好吧 下周大概率买入 我们本来说是本周概率 其实是比较下周的概率 但是本周呢 你看这上升指数走的这个忧郁 是吧 所以呢 这个低点不好走 那下周呢 至少其他指数是先的写到线上 下周一是吧 这个日线第八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下周一 看 先看明天走是吧 明天如果要是来根阳线是吧 啥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但是呢 阳线是不是也得突破趋势的 注意啊 上升指数突破趋势 其他的指数还在低位了 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太大 后来我想想问题也不太大 好吧 而且呢 就是说 往下走一点点 就会出现日线的序列低发 往上走一点点 就会出现上升指数的趋势突破 现在呢 这上下 这空间非常小了 可操作性 或者是符合规则的可操作性 就非常近了 因此呢 下周大概率就是买入 好吧 从规则上也是买入 好吗 然后呢 我之所以说这个 差不多的低点就行了 不用找确定性特别好的低点 我们不排除后面可能会有 确定性更好的低点 不排除 但是 5 已经走完30多个假日了 1是33 对吧 当然有的是36 2呢 3呢 这个 有的是这个 上升指数 也没有 这个12345 就是NDC嘛 A他就是33 这个 5已经走了30多天了 5的结束就是 就是非常大的概率 就是全部下跌的结束 160个交易日的 全部下跌的结束 后面 即便有 他也没有多大的空间和时间 风险是可控的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 五浪的地点没买进去 风险就不可控了 所以衡量收益和风险的话呢 下周就是大概就要买 好吧 大概就要买 我们要有一个整体的 对于市场的 一个判断 就把上升指数 不创新力 不要求的创新力 我从来是不要求的创新力 明白了吗 创新力那不就确定你好了吗 我认为 如果上升指数创新力的话 其他的指数就没有结果了 就是创新指数 创新指数 上升指数有结果了 但是呢这个按照目前的速度来讲 下周上升指数创新力 那得急 小跌都不许 那得大跌 那多难 对吧 继续周期买 周一收盘 你看一眼 好不好 十二大 第一个我们把时间 对吧 就直接锁定到下周 然后又把重要的时间 先锁定到下周一的下午收盘 那你还得问 这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咱们这么长时间 对不对 就一直回望 然后画了这个市场 可能会出现最大概率的 就最大可能的走势 市场走的 跟我们画的差不太多 是不是 急跌 反弹 缓跌 反弹 我们预计五个脚一日 实际上六个脚一日 反弹我们说是阴陷离一半 实际上比阴陷离一半多一点 那如果是阴陷的一半或者是五个脚一日 比反弹 就我们预计的规模要小的话 那这里可能就矿进低了 就初截入了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因为它反弹的级别大了吗 好吧 那问题关键就是一浪三十三天 那下周四就三十三天了 问题关键在这啊 就是说这个没有下跌 没有下跌的这个 再多的时间给我们了 已经进入到默契了 进入到默契的时候时间到了 空间不到了 就是我们其实要找低点买进去 找低点买进去啊 所以呢我觉得这下周 两分九十的概率不买入 如果空间不到的话 靠近低那就买进去之后等着创 扛一点靠近低能打跌 那下次你不 之前我们说的三种这个操作策略吗 我觉得这三种呢 其实基本上呢就 没有太大问题了 第一个呢就趋势突破 我们就直接买了 就跌了150多天了 对不对 什么是原则性错误 是原则性踏空才是错误 你看创业版只说 创业值跌这么多 这个五浪又又又又又是 比较猛的这个下跌 对不对 那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买入 还是还是很有优势的 还是很有优势的 所以趋势突破买入 也是很有优势的 能力解剖 所以第一个策略呢 就是趋势突破 我们就直接买 第二个 进入到中后期的阶段 如果出现日线结构 这种120分钟结构 这种确定很好的低点 时间不够也买 买完之后等时间呗 反正空间不怎么跌了 无非就是时间吗 第三个呢 就是确定性不好 但是时间到位了 我们就不找确定性好了 就找一般的低点就买入 所以下周呢 我认为 我本节课就直接数下周的确定性 是不好 原因是 序列 如果指数长了 是吧 长成六个样了 是吧 快长成六个样了 指数之间的 序列结构性不会好 上升指数上升50 短期之内不会出动 创业版指数 已经出现动画 深层指 呼声300指数 即将出动画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 这个结构之间 协调性也不会好的问题 那么要么就是 这个深层指 序列版指数 深层指啊 呼声300指数 它们形成结构 但是序列版指数 有可能会消失 上升指数和这个 上升50可能还没有 如果上升指数和上升50 出结构 那一定有这个指数 它动画消失 所以当它形成结构的时候 有的没有 有的它消失 所以那结构之间的 指数之间的 协调性 这也不会好 那综合 序列之间的 协调性不好 结构之间的 协调性也不好的话 那下周没有 确定好的大地点 好吧 但是那下周 已经时间到位了 那时间到位了 就是我们要买进去 买进去之后 空间上如果差 就让往下跌一点 跌一点我们扛过去就完了 就把这个空间的 这个 这个 最后的这个地点 扛过去就完了 就往下跌不了太多 但是如果它不往下跌呢 如果不往下跌呢 五张就会可能结束嘛 五张结束你说 对不对 你仓位太轻是不好的 所以下周 快点就会买 咱说90%的概率会买 我都这么说了 你们还不明白吗 胜算有多大 你看长短期 你们懂吧 没几个想买的了 要么就把他掏住了 要么就是 没进来的 不想在这见 不想进来 你看看身边的有钱 有几个想在目前的位置上 抄底股市 没几个 对吧 两种情况嘛 有股票的套着呢 有股票的也不想在这 也不想在这买 这市场没信心吗 是不是 那我们下周会买了 买钱还是买入 一般抄底都是买入 现在大小盘均衡配置 有时候抄底谈论的人都没了 想给鬼子打到笑什么 你在干嘛呢 看股票的 不好意思说 是吧 你在看片吧 哎呦 那你在看股票吧 不是 我在看片 听说炒股人家以为是呆子 我就不看 好吧 刚才下午有人说谁了 说哪个人说什么什么 这个 说咱说了一大堆 说了一大堆 你早上下去了 市场跌到这了 然后你去说这个制度不合理 什么样子 是吧 但是 像 像 这个不同的专家 不同的人士 对于市场的理解 它也不一样 对吧 我不看 我不看的主要原因就是 我也不想 对吧 这个思路被打扰 我就觉得 本着我们趋势 往节目修边 可以应对各种各样的行情 来吧 来吧 现在炒股都没脸说了 你干啥 非得要在现在说呢 你就不出声 对吧 谁问你说没炒 对不起就没炒 不行吗 为什么一定要在现在这个时候说呢 这场有问题吗 这不是 是吧 你就偷偷的炒不行吗 非得说了 我们就不出声 好不好 曾经马上下 下这个 但是一定会买入 很多人说上任指数到2700点 很多人是 是多少人 昨天有个学员说 这个 那叫什么 上任指数到1400点 现在 是吧 才2000点 跌到1400点 再跌30% 说着说着 都有 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 你不看 不看 行不行 谁外说上 说上对吧 市场的 向来的 说的声音就比较多 另外呢 其实现在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说 这个 文理层对于市场 呵护的程度 然后我以前没有签到我 前所未见 要啥给啥是吧 说这个 限制IPO 限制了吧 限制减持 限制了吧 然后将用化税 降了吧 这个限制量化交易 至少让他报备了吧 然后 反正一大追 是吧 要啥给啥 你真能想出来 要啥给他 但是还有一招 王诈 是吧 你说个二 对不起 王诈 王诈还没出呢 他就凭准基金 一开始 大家就一样 我一开始就说了 如果说硬化税 我会跑的 就再把硬化税 其实效果不大 从短期来讲 有一定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 就基本没啥影响 第二个呢 我一开始就说 我说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凭准基金 准准基金 有人说十万亿少 你记得那个 古代的时候 旧事的用了多少钱 你们知道 汇定和正经用了多少钱 不到一万亿 就把股市都让开了 广大 广大广大是啥 广大平准基金吗 平准基金是啥 百度一下 好吧 百度一下 平准基金回家吃 好 缺钱80万亿甚至 全国就240万亿发展 我的天呢 我刚才说了 我说古代的时候 用了8000亿不及5000亿 就就是了 古代的时候 现在呢 基本都不仅竞争了 这个10万亿 加起来95万亿 不是涨百分之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钱进来 它会改变市场的供求关系 导致原来想卖的 它可能不卖了 原来想买的 可能会赶紧买 这个就改变市场供求关系 好吧 然后呢 随着市场的进一步的上升 对不对 你这这个养老的钱 保险的钱 理财的钱 企业年金呢 也会进来的 现在不进来 是因为股市的不涨 进来之后发挥 能理解吧 所以我说的 它起到的作用 绝不说10万亿那个意思 好吧 更别说你还说 什么市场85亿 常来240万亿 240万亿 用不了 10万亿足够足够了 保护好了 原来这些什么时候能入室 现在是 不知道呀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就好了 现在是那段是吧 立法阶段 金融文件法 报人家 审议 审议是吧 通过了之后 才会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你不能说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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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 先立法 而且总市值85万亿 流通市值不到85万亿 这总市值可能还包括其他的 像B股啊什么的 总市值啊 总市值 这时候评论已经可以银行贷款 是我们的银行贷款不能入室 不公平老师 银行给个人放的是经营贷 对吧 严禁 进入到股市和路市 如果你进去之后 可能还会 还会存还你 但是不要问为什么 有些事国家能做 你说不了 国家能干个国企 英国干个国企 是不是 你说开公司 请问 中国人 你甭了你 很多事也能干 你干不了 对不对 不问吗 这什么情况 再一个呢 就是央行提供流动性 可不是说央行就直接买过 第一个 评论基金 它已经明确了 它是向金融机构募资 金融机构提供资本 好吧 当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 评论基金的额度不够的时候 央行将其提供贷款 第一个阳光 你怎么疯了 第一个阳光 你说什么刺激了 另外呢 就是说 银行贷款不准入股市和楼市是对的 如果能入股市和楼市 那不变成杠杆的吗 个人投资者 银行贷款给你 借钱给你 让你炒股 那就是灾难 我曾经说过是吧 个人投资者 绝大多数 它是用不好杠杆的 杠杆人家人性就是灾难 明天老师会不会激情空谈呢 平平平冷冷的过这个周末 我就觉得挺好 那下周我们就买了 接160天 这个漫长的下边 真的对吧 这样的鬼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咱们的操作上 已经保持了极高的客席 那就关系随时 我们都讲了 16点02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 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